她说她去菜市场看到一个婆婆 背着锅鸭的包包塞什么葱啊 什么蒜头啊 在泰国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妈妈 背着锅鸭奶打泡猪放进去 根本不可能 这支影片我要来讲台湾人真的很有钱 观众先安静 闭嘴 你先冷静 先听我讲话 因为我太理解台湾人了 台湾人一听到有人说你们真的很有钱 你们会立刻反驳 你们没有办法接受 被人说你们很有钱这件事 有些台湾人甚至直接看标题 就立刻来留言 反驳我了 你们什么要激动 你们什么要抓狂 我为什么会说台湾人真的很有钱呢 我们都知道台湾比泰国发展 比泰国有钱 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 这件事情我在泰国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可是我到现在在台湾生活快要8年了 从第一年到现在 这个印象越来越深刻 就是台湾人普遍好有钱 那这个想法是从哪里观察到的呢 就是从台湾人购买精品 以及你们使用精品的习惯观察到的 更特别的是如果是我自己观察到 这件事情我也不会拿出来这样 可能因为真的太主观 但是我也认识了很多在台湾工作 或者生活很长时间的泰国人 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跟我一样 我跟泰国朋友在这边吃饭 聊到台湾人的时候呢 每一次都会说台湾人真的很有钱 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呢 我自己也没有引导说 你觉不觉得台湾人很有钱啊等等 我没有 我完全没有哦 那一些我的泰国朋友 就会主动自己检说他在台湾工作 他真的观察到台湾人很有钱 这件事情 他们也跟我一样 是从台湾人使用精品的习惯观察到的 那接下来我要来讲 为什么泰国人观察到的台湾人 使用精品的习惯 会让我们觉得你们很有钱 以及你们台湾人跟泰国人 使用跟购买精品的习惯的差别是什么 第一点 台湾人一直喊虫 可是呢到处都是被精品的人 台湾人好像对于别人说你很有钱 这件事情呢 很反感很过敏一样 就是一听到会全身痒 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们一直说 你们很穷 你们很没有钱等等 可是呢在台湾到处在路边 一堆都是背着精品的人 因为其实呢精品呢 它就是个设施品嘛 所以设施品呢 就是你一定要有够多的钱 你还可以买到它 结果呢在台湾呢 到处都是背精品的人 我看到在公车上的台湾人呢 背着什么迪奥啊 什么香奈啊 包包啊等等啊 你想想看在泰国的公车 不可能出现背着精品的人啊 你看泰国的公车那么破烂 我没有歧视或者什么东西 我就是把个现象讲出来 在台湾呢在捷运上啊 在菜市场啊 在百货啊 都可以看到背着精品的人 在泰国的话呢 在地铁上可能也有看到 可是 数量绝对没有办法跟台湾比 台湾真的是人人都在背着精品 泰国顶多可能在高级的餐厅啊 一些高级的百货 会看到比较多的背精品的人 可是在路上 或者在坐什么嘟嘟车啊 三轮车那种啊 绝对没有在背精品的人啊 而且在泰国呢 你走出曼谷 你真的几乎也看不到背精品的人了 我没有讲说什么背精品的人多高贵等等哦 我只是要讲说 泰国跟台湾的话呢 食用精品的人数的比例真的相差很多 因为在台湾呢 我不只是在台北哦 拍美食影片到处吃到处跑 我跑到高雄啊 台中啊 台南啊 到处真的都有背精品的人呢 所以正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让我们泰国人觉得你们很有钱 第二点台湾人买精品呢 真的非常捨得用 精品呢 说是个奢侈食品嘛 所以呢 泰国人买精品呢 真的把它当爆背一样 真的完全不捨得用它 怕它弄僵啊 怕它坏掉啊 差一点 就把它 当作火像供在神位上 所以泰国人使用精品的习惯呢 通常都是那种重要的场合 比如说什么婚礼啊 什么要出席 什么活动啊 等等 开赶拿它出来用 可是在台湾不是这样子呢 台湾人真的是 超级舍得用 众所周知在台湾呢 一年有365天 有366天都在下雨 可是就算下雨呢 台湾人还是照样一直背精品呢 精品就是淋到雨啊 淋湿 完全没有在怕 完全就是很若无息事的感觉 在泰国的话呢 泰国使用精品的人一旦下雨 自己淋湿都没差 可是包包是不能淋雨的 我的泰国朋友 他在台湾是上班族 他也跟我分享过这类的事情 他在公司呢看到一个实习生走进来 然后他背着是那个YSL 就是圣罗兰的包包 然后直接放在地上呢 完全就是没有在怕他弄脏 在台湾的话 恨不得把他扣在头上 有另外一个泰国朋友呢 他嫁来台湾 他说他去菜市场呢看到一个 婆婆 背着过压的包包 塞什么冲啊 什么蒜头啊 在泰国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妈妈 背着过压买打炮猪放进去 根本不可能 第三点在台湾背精品 不会被贴上标签 在泰国的话呢 在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班里面 如果出现有人背着精品呢 或者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出现有人背着精品来上班 绝对会被指指点点 会被贴上什么你很有钱的标签啊 会被贴上你好设施的标签 会被贴上你乱花钱的标签 我在猜测 是泰国以前的什么主流的媒体 影响的 因为以前泰国的电视剧啊 反赖角色永远是有钱人 欺负好人永远是背着精品的人 所以他多多少少 这些媒体这些流行文化的文本 所带来的影响呢 会影响到一般的民众呢 对于使用精品的人的认知 所以在泰国呢 背精品的人呢 时不时就会被孙说什么 哇你好有钱哦 我宁愿把那个钱呢 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说哇你好有钱哦 要不要这顿让你请 或者什么啊 我就不像你那么有钱啊 你背精品的人啊 我们的股 所以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呢 在我们班上有人背精品 班上的人呢 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看到 完全没有反应 我整个吓到 我当时的心里想说 是不是在装好 还是怎么样 我就试图开这个背精品的人的玩笑 结果没有人笑 当下我在怪台湾人说 哎 台湾人为什么这么不幽默 后来呢 我发现说 不是台湾人不幽默的问题 是台湾人 使用精品的价值观 跟泰国人 本来就不一样 因为在台湾呢 背精品真的是一个常态 这件事情 我在台湾生活的 我真的很喜欢哦 因为他真的有教育到我了 不要随便贴给别人表现啊 不要干涉别人啊 要尊重别人啊 让我观看事情的角度 跟面相有明显的 不一样 第四点 在台湾被解报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从台湾的新闻 报道就感觉出来了 被解报呢 会报很多天 感觉很严重 不知道啊 哈哈哈 你台湾人你比较懂啊 这件事情 我是没关注到 哈哈哈 总之呢 在台湾被假包呢 真的 刷我三关 他严重的程度呢 真的 我承认我有吓到 因为在泰国呢 大数都是被假包的人 而且假包呢 还分程度 有很精致的假包 跟品质低劣的假包 而且被假包的人呢 不像台湾是一件 严重的事情 反而在泰国被假包 可以正大光明的 大言不惨的那种 就会说什么 反正我就没有钱啊 可是我只要背精品 是不行吗 中人就没有背 这个包的权利吗 完全 被假包不是一件 严重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常态 非常日常的事情 在泰国 完全没有在乎 你有没有在侵犯 别人的版权啊 知识产权等等 这件事情呢 在泰国普遍呢 没有人在乎 更夸张的是 甚至一些被假包的人呢 会在那边嘲笑 被精品贞包的人说 你干嘛浪费钱啊 这个是不是长得一样 一模一样 以上呢 就是我们泰国人呢 观察到的台湾人 使用精品 以及购买精品的习惯 从整体看来呢 台湾人呢 就是有 认真在买精品 有认真在使用精品 而且也很怕 背到假的 精品包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来推荐跟介绍一个 非常适合台湾人 购买精品的 APP 因为这支影片呢 是 POP2拍拍圈的 页配影片 因为我现在呢 做网红到现在 开始变有钱了 哈哈哈哈 可是还可以有更多钱哦 厂商 哈哈哈哈 总之呢 开始有钱了 也会开始买精品 为了自己 然后我有可能被台化了 一点点 我也有开始怕 买到假包啊 等等 所以当 POP2拍拍圈 来问合作的时候呢 我看到这个 APP的功能 我觉得 除了符合台湾人之外呢 也蛮适合我的 我觉得 POP2拍拍圈呢 真的很懂 台湾人 购买 跟使用精品的习惯 他们才会 想出这样的服务 因为 POP2拍拍圈呢 它是一个二手精品拍卖的APP 主打安心够够信安 提供安心够百分之百 保证正品的服务 它的服务的意思呢 就是买家 跟卖家买了精品之后呢 卖家必须要把精品寄到 POP2 透过AI机器 加人工 装重鉴定 确认卖家寄出来的精品呢 它是 跟这个精品在APP的描述上 都一样的话呢 才会发货的 让买的人跟卖家的人呢 都可以安心地做交易 不用怕买到结货 这个服务呢 让双方都有保障 这很符合我们的需求 像我这种 虽然已经有足够的钱 可以开始买精品 可是呢 对精品的认知啊 或者认识啊 可能 没有那么熟悉 我自己也很怕买到结货 所以 如果它有这个服务的话 我就觉得不会 付了冤枉钱 因为不管是谁 你都已经花钱了 没有人只要买到结货的 这个拍拍圈的服务呢 就是让我们花钱 花得很安心 因为这毕竟是业配影片嘛 所以除了 保证 不会买到结货之外呢 一定要去理解 它的出货的过程 首先呢 它们会 免费得到 卖家去收货 收到平台这边 去检查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他们在APP上面所描述 与食物相符 然后会有美国第三方AI鉴定 鉴定通过之后呢 也会提供 美国鉴定证书 最后呢 平台就会把 你购买的精品 免费送到买家 这就是整个过程 拍拍圈APP上面呢 有10万件的精品在上面 而且只要你手上有精品 是真的精品哦 想要卖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轻松的上架 可是不只是 那种个人的卖家而已哦 也有很多日本知名 二手店在上面卖 在上面呢 可以找到 很多高CP值的精品跟商品 所以这样子的话 根本不用出国去找货 去买精品 这样子的话 就在台湾就可以 只是逛那个APP 就可以买到了 还不错哦 所以呢 它就是非常符合 追求CP值得台湾人的APP 好 常常有交代要讲的话 对不对 一 POPQ拍拍圈 全站免关税免运费 二 证品鉴定 安心购服务 全面现实优惠 499元 原价1800 三 提供多元付款方式 信用卡ATM 无卡分期 四 九月拍拍圈 香港站开幕 也就是香港人跟台湾人 都可以跨境买卖包包 哦 哦 对因为我上次去香港 音品真的比台湾便宜 哦 这样的话就有更多选择 4粉丝要汇马台湾收入 娘娘 NIANG NIANG 都总是这样 总之就是输入 NIANG NIANG 台币满1万 折200 其他拍拍圈详细资讯 点资讯栏观看 好了 各位台湾人 如果不想上新闻的话呢 可以在这上面 买 真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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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 这支影片也是我们2023年的最后一支影片了 那我就顺便在这支影片 祝大家 都有钱买精品 然后 都要2024年 你们注意中了吗 我的频道 蛤 那所有的观众 都给我下降 点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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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